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仅如此 我们的政府这几年来 还不断的带头推动向外包派遣 雇佣不稳定的弹性劳动化的政策 造成我们很多的劳工不断的执灾 或者是职业病过劳的问题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觉得我们的政府 其实它的市政方向都是以经济发展为抗 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台湾的中小企业条件越来越差 那如果说我们再要求更多的成本 在劳动安全上面 那可能他们会出走 或者是我们的劳工变得没有工作权 那反而是弱势跟受害 我的官司拖到四年多了 大家也知道 如果我真的等那个官司解决的话 我真的是已经隔壁了 可是雇主会同情你不会 司法会同情你也不会 所以说还是要自己先站起 协会它是用一种 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再去帮助下一个 再把这种经验是一种 传承而且是散播 我们会尽力的协助 而且是陪同你去走完这一条路 受伤之后的从法律问题 復健到直在球场 心理建设到重回到职场 不要说把我们这些抗争的劳工 当作是一个在吵或是在闹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这样对我们很不公平 我觉得本来这个社会大众 或者是政治的政治 他们都要看到 不应该说要我们这样子 出来抗争还有什么才来看到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他需要激验 不应该是这样子